大家好,我是少年 30年前浩自巴依打造了一部动画电影 画质可以玩暴露镜很多很多的动画 但那口碑却两极分化 有人认为神作,有人认为 嗯,不行不行 今天,让我带你们看看30年前的动画 究竟有多强大 赵奥利米斯帝国有一支王力宇宙军 被应承担宇宙飞行的任务 但由于科技水平不够等因素 中对无所作为,被其他部队视为 废物 而宇宙军他们也是这样认为的 因为在那个年代登上宇宙是太不现实的 所以军队里每一个人都在混日子 拉达特小时候也是梦想着要当空军 可是一次测试,他发现自己无法成为空军 于是才不情愿地加入了宇宙军这个队伍 拉达特本是这个部队中的一个混日子的 平凡年轻军官 但那与散发神教教义的前程少女 李库尼相识后,就改变了自己的观念 要努力完成宇宙探险计划 成为第一个航天员 拉达特在那一天夜里和部队的其他成员 一起出来到街上闲逛 外面的世界等红久绿 拉达特因为白天懒惰收发来不及换下军服 就出来了 所以,当拉达特走在大街上的时候 就会受到其他异样的目光 每当被问及兵种的时候 听到宇宙军三个字都会让人讥笑 甚至有位歌女调侃 难道宇宙上会有咱们国家的敌人吗 这个国家目前也处于灾乱时刻 百姓虽然没有名不摇身 但是也并不好过 他们更愿意去支持那些保护他们的空军 陆军等团队 拉达特他们一心能的团队 一直成为老百姓调侃的谈资 而因为长期被讽刺 拉达特他们早就不以为意 因为他们平常就受够了这样的嘲讽 半路上 队友们被一位歌女给劫糊了 只留下拉达特自己在街上闲逛 拉达特路过一名少女 李库尼 他正在给过往的行人发教会里的宣传单 嘴里说着 世间的痛苦 都来自于残暴的战争 我们不应该这样 本来已经走过了拉达特 听到女孩口中的战争 急慌 于是又转身回来 拿走一张李库尼的宣传单 晚上 回到军运的拉达特 盯着宣传单看了很久 第二天 就骑摩托车 按照宣传单地上的地址 逮到了李库尼的家 那是一个在郊区离城市很远的地方 在家木屋里 除了李库尼 还有一个有点自闭症的小男孩 脸上总是充满抑郁的表情 对于其他人 也是不说一句话 拉达特说自己是昨晚看到宣传单而来的 就收到了李库尼的热烈欢迎 一般了解后 才知道拉达特是一名宇宙军人 虽然他对这个兵种并不是很了解 但是 如果失去浩瀚的天空 就会远离城市的战争 但也是非常让李库尼向往的 拉达特第一次从别人的口中 得到了宇宙军的肯定 心中也第一次产生了 要成为宇宙第一人的念头 也许有人觉得这个肯定太草率了 可长期不悲的论口的环境 只要有一声支持 就作为让人乐学沸腾 带着这个梦想 回到军队的拉达特 冷真了起来 在课堂上 当主张建立宇宙军的将军 来课堂上做宣传 要选出一位尝试下一任 飞向宇宙的时候 拉达特义无反顾地站了起来 其他成员一下子被惊醒 认为拉达特一定是在说胡话 因为前几次去往太空的宇航员 都已经随着火箭坠毁 而全区复果了 将军对于这一次的选拔 已经不抱希望了 这次拉达特突然站出来 让将军一时间不知所措 只能知之物物地说 以后拉达办公室进行集训 第二天前来抱到了拉达特 来到办公室 在将军布置完拉达特 接下来要准备的训练内务之后 拉达特就开始了日复一日的训练 刚开始接受训练的拉达特 根本也是无法适应 但一学习下来 可能是之前的成绩太过于垫底 这次虽然进步 但还是常规的水平 为了配合宇航员的训练 他必须加大难度 好在拉达特都坚持了下来 接下来有一项空中体验活动 但是宇宙军没有飞机 将军也没有多余的经费 不过给他们买一架飞机 于是就让他们自己想办法 去空军部队体验 达了将军的旗号 虽然空军很不情愿 但也出了一架飞机 让拉达特坐上去体验 一方天空体验完毕结束后 拉达特下飞机后 有点腿脚发乱 起来是晕机造成的 其他队友扶纳进了库房 又是到了其他空军的冷嘲乐风 其中一个队友看不惯 就和他们打了起来 拉达特还有点两眼发懵 于是就坐在一边休息 可是空军一个队员 却上去一把揪住了拉达特 拉达特一个没冷住 吐了空军一脸 活该痛快 随着与利库林的接触 拉达特又是发现了 奥列米斯帝国的腐败 固有的信念不断被破坏 转眼季节已经到了深秋 底层无家可贵的人们 都聚集在政府的门口抗议 但腐败的政府只是默视他们 看到这些 拉达特又想到当初利库林 给他说的这个世界不正义 于是拉达特把身上的所有的钱 拉达特在这个过程中 也变得越来越适应 昨天还在训练厂上的拉达特 接到了利库林的电话 那是利库林求救的电话 因为他的房子 被一家大公司 无力地给推翻征用了 听到这些 拉达特超级的铁棍 骑上摩托车就赶了过去 但为时意外 他到的时候 房子已经被移为平地 只有利库林的男孩 在外面呆呆地站立着 好在利库林足够乐观 拉达特本想帮利库林 他们租一间旅馆住下来 但利库林却拒绝了他的好意 说是可以去他们附近的 一个废弃教堂居住 拉达特没有多说什么 在废墟里 帮他们找所需要的东西 在拉达特走之前 利库林把一本圣经 交给了他 说可以在拉达特 遇到烦心事的时候 搬出来看一看 可是按照拉达特的意思 拉达特更希望 自己在烦心的时候 有利库林的陪伴 后来火箭已经筹备得差不多了 这次的改进 对于火箭发射成功 有了更多的信心 为此 国家还特意召开了新闻发布会 可以说是举世瞩目 而另一边 在车间看报纸的一个队友 突然看到一条惊灵的消息 明明在陆军舰地的火箭发射地 突然不能使用了 他们发射火箭的场地 被迫移到国街外的 一个未独立的地方那 利马达 队友马上质问老科学家 科学家也只能解释 这是国防总署的意思 因为任谁都可以看出来 火箭如果在利马达那里发射的话 一旦发射不成功 火箭就会落入周边地区 到旁边的国家就会发起进攻抢夺火箭 毕竟他们这个国家 是研究火箭最先开始 也是最有成果的 将军向国防总署进行讨论 这个火箭发射场地的问题 但得到的答案 是国防总署故意而为之的 因为从开始 国防总署对宇宙间的建立 就是否定了态度 而且在此之前 好几次的火箭发射 全以失败告终 宇宙军所占的军费 也是一笔不小的财富 对于这次火箭的发射 国防总署也不看好 国防总署考虑既然都是失败 那重要这次失败 发挥更有价值的意义 因为考虑到火箭残骸落下 会遭到周边国家 发起进攻抢夺 这个时候 国防总署就有机会 发起战争 赚取战争财 而在地马拉对面的另一个国家 也在筹划着 抢夺火箭残骸的计划 他们的国防署考虑的是 如果把残骸抢过来以后 黄利米斯帝国 若想要收回火箭残骸 就必须出高价买回 两国各有打算 拉拉特却没有考虑那么多 他只想飞向太空 发布会结束之后 拉拉特去找了利库尼 卡通下雨 拉拉特把利库尼护送回家 还顺便留宿在那里 晚饭过后 拉拉特便在地板上打了地铺 可是 其中没有水意 夜黑风高 没能在侧 于是拉拉特就在利库尼 准备洗澡的时候 打算占有他 虽然男女帝要悬殊 但是利库尼摸到了旁边的东西 一把砸向了拉拉特的脑袋 拉拉特由此昏迷过去 夜过后第二天 拉拉特为昨天愚蠢的行为 向利库尼道歉 利库尼没有生计 反而也认为自己不该打拉拉特 由于马上就要开始发射火箭 拉拉特必须马上回去做训练 进入模拟的太空 进行一番操作模拟 所有的一切进行的都很顺利 发射的那一天也很快到来了 在发射火箭的前一天 拉拉特再次来到利库尼的家 却发现 只有小兰孩要在哪里 利库尼还没有回来 拉拉特告诉小兰孩 等利库尼回来以后 告诉他自己要飞向宇宙 大概就是初期都露出了笑脸 并称乌拉拉特为欣欣先生 在赶上木班车的时候 拉拉特遇到从车上下来的利库尼 本来有很多话想要说 但到最后 拉拉特只是简单地向利库尼告别 发射火箭当天 拉拉特进入了火箭舱内 一切都准备就绪 国防部的人员拿到了指控中心 告诉将军 马上撤离这里 因为这里很快 就要成为战场 为了全体人员的性命 将军做了艰难的决定 让所有人员马上撤离 并抛弃火箭 所有人都有点不甘心 尤其是拉拉特 拉拉特直接连线将军 说明自己一定要 飞向太空的坚定决心 质问将军努力了这么久 就这样放弃了吗 难道甘心吗 在其他成员的坚持下 将军撤回了撤退命令 继续按照原计划发射火箭 此时的坦克 已经在附近发射进攻 战斗机也已经盘旋 在利马达火箭发射中心的附近 在军队即将达到 利马达火箭发射中心之时 火箭成功发射 并且发射成功 火箭穿过云层 穿过战斗机 来到了太空 第一节 第二节的燃料 也成功了分离 经过火箭距离的震动 实际上进精准的 来到了运行轨道上 在火箭发射的过程中 所有战士都注视了 这一过程 而王纪正在战斗 拉拉特透过太空舱玻璃 向地球望去 星火斑斓 路通在地面 看天空的反显一般 迎着太空中的日出 诚心祈祷 和平的到来 片名 王立宇宙军 这部动画打着科万旗号 却仿佛在讲述 早年地球之间的故事 因为整个故事 没有打斗 没有爆炸 唯独最后火箭起飞的那一刻 这对于想要追求 画面感的人来说 这部作品并不优秀 但在追求剧情上来说 娓娓到来的慢节奏故事 却让我们看到了 很多现实影子的折射 这就很符合 很多人的心灵共鸣 无论社会多么糟糕 经济有多么的不平衡 战争有多么的残酷 生活有多么的困难 总会有那么些人 在谋求进步 而他们的付出 就足以改变全世界 未来的生活 也许听我解说 或者看完影片 都觉得还是很一般 但在1987年 能有这样的作品 已经是超级牛逼 他的制作公司 在如今业界 已经是超级牛逼的存在 可是第一部作品 造出这么一个玩意 好似八一打造 却在最后亏损一亿 点心叫好不叫做 也是这部作品 当这家制作公司 被人年年调侃 在80年代 这种题材根本不适合人喜爱 毕竟那个时候 喜欢动画的 都还沉迷在高达等系列的乐学中 王力这种平凡的 不能在平凡的作品 读过去和别人竞争 就好比文艺类型的国产电影 在90年 00年 甚至10年 都还没有太大的市场 在自媒体发达后 这些成年老片 才被人逐一挖掘出来 这部动画电影 如果拿在如今 绝对也是一部大制作 因为即便是30年前的画风 可毫不夸张地说 也足以秒杀如今 太多太多的动画 我是少年 一位名人又可爱的 九轻年男孩 有位喜欢我的解说 请点个关注 那么各位视频点赞 名论支持一下 这对我真的很重要 拜托拜托